大家好 今天咱们看一下陕西省的榆林市 榆林市位于陕西省的北部 处于陕西 甘肃 宁夏 内蒙 山西四省交界处 榆林市共有两区 一市九县 分别是 榆阳区 恒山区 神木市 福谷县 静边县 定边县 维德县 米纸县 加县 五补县 清建县和紫州县 下面咱们先看一下榆林的地形 榆林的北面是茅乌渡沙漠 过了沙漠就是蒙古高原 南面是黄土高原 榆林就处在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处 是古代游物民族和能工民族的边界区 榆林市最大的河流是吴定河 发源于定边县 宋川市区 流经定边 静边 米纸 隋德 清建 最终汇入黄河 图上标注的就是吴定河水系 明朝时候 明政府修筑明长城 设置了九个边在政阵 称为九边重镇 其中榆林所在的隋德镇就是其中的一镇 现代地图上标识的就是明九边镇 从西往东分别是甘肃镇 宁夏镇 顾原镇 盐隋镇 太原镇 大同镇 宣府镇 济州镇和辽东镇 下面咱们具体看一下榆林市区 榆林市建成的历史比较晚 明朝时候榆林还是一个小村寨 九边重镇中的盐隋镇 开始制作在现在的隋德县 后来考虑隋德离边防太远 便将之所迁往榆林 并修筑城池 榆林市的建成史正式开始 距现在有五百多年 盐隋镇后期又被称为榆林镇 这个就是榆林的市区 可见榆林市恰好就处在黄土高原和沙漠的交界处 市区以南的黄土高原看起来很明显 跟延安地区一样是沟壑洞红的地形 榆林市区北面一过了长城就是沙漠地带了 当然现在的沙漠看起来已经不太明显了 经过几十年的治理 毛巫土沙漠已经接近消失 从这些半黄半绿的地方仍能看出沙漠冬季 榆林的市区当年就建在沙滩的绿洲之上 这条河是榆西河 穿城而过 这个黄色的方况就是榆林的古城位置 榆林古城西林榆西河 东一驼峰山 南面是榆阳河 北面是红石峡 榆林古城后期虽然也遭受了破坏 但是整体框架还是完整的 城墙骨架都在 城内古迹众多 作为明朝的九边重镇之一 值得一游 古城的南门外山上有多塔 这多塔是林霄塔 登上林霄塔就可以俯瞰榆泉城 是古城南部的制高点 也是战略要地 从古城往北 在长城的边上有著名的镇北台 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台 这个小高台就是镇北台 用于瞭望迪秦 台下是座方形的小城池 是当年蒙汉湖市的场所 北面的镇北台 中间的古城 南面的林霄塔 这就是榆林南塔北台 镇古城的格局 当然现在的榆林城建规模已经扩大了几十倍 分布在榆西河两岸 古城成了其中的一角 下面咱们看一下榆林的其他地方 榆林虽然地处偏远 但是很多地方名气很大 榆林的西部是定边和静边 一听这个名字 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这一带一直是古代草原民族和能工民族拉锯的战场 其中在静边县还有新奴族赫连伯伯建的大下国都城 统万城遗址 这个就是统万城遗址在吴定河边上 一千六百多年前 这一带都是水草丰美的地方 现在都成了沙漠 榆林往东是神牧市 神牧市也是国内的边防中任 但现在的神牧市全国百强县 源于神牧市丰富的煤炭资源 以炭明的储量有五百多亿吨 东面的福古县同样是产煤大县 榆林一带的神府灯盛煤田是目前我国第一大煤田 榆林的煤炭石油 天然气总资源都非常丰富 也正是因为资源优势 榆林市的人均GDP一直是陕西第一 榆林市的南部县市都位于黄土高原区 风土习惯跟北方长城沿线的城市略有不同 其中有米纸县 李自成的老家就是米纸 李自成也正是从陕北起义率领起义军 征战全国最终攻下了北京城 再往南市隋德县 隋德从秦汉时期就是边防重镇 秦汉对抗匈奴的前线 隋德有福都牧和蒙田牧 好 这个就是